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两岸热点会 我是热点观察员魏清 据台媒报道 3月30日下午 台湾前行政机构负责人郝博村 因多重器官衰竭而去世 小年101岁 29日台湾87岁的陆军退役上将 王文谢遭遇车祸去世 郝博村、王文谢 两人生前曾坚决反对台独 致力祖国统一 为推动两岸关系发展贡献良多 对于两人不幸相继辞世 岛内各界纷纷表示深切哀悼 台湾中时电子报30日报道称 郝博村生前曾驳斥所谓的台湾主权 个性刚毅不屈 是值得国民党全党效仿的模范 此外 台媒也追忆王文谢致力于推动 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生平事迹 指出 王文谢在退休后 每常赴大陆参访都会对大陆的朋友强调 两岸都是中国人 坚守一个中国原则 强调 两岸统一只是时间问题 郝博村、王文谢两人相继离世 两岸各界不约儿童感怀哀悼 但民进党当局却仍然冥顽不灵 在岛内散播仇怒情绪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持续蔓延 台防疫指挥中心负责人陈时中 以及岛内一些媒体 坚持以武汉肺炎来称呼本次疫情 对大陆进行污名化 面对外界质疑 陈时中满不在乎地表示 武汉肺炎是比较顺的讲法 民进党当局这种明显歧视大陆的做法 引发岛内各界惰罚 前民进党主席许信良 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张百达等人 30日公开表示 民进党当局因尊重全球关于疫情名称的共识 停止使用武汉肺炎四个字 民进党当局一边对世卫组织命名的 新冠肺炎名称处理示弱网文 一边又上蹿下跳 不断钻营 妄图加入世卫组织 近日 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表示 台湾参与世卫组织需要由会员国来决定 回绝民进党当局的参与要求 但是 民进党当局借此声明疯狂炒作 不肯放下加入世卫的幻想 台媒分析称 世卫组织是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的国际组织 而且大陆多次表示 任何有关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 都必须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前提下解决 民进党当局妄图炒作加入世卫组织议题 最终只会落得一场空 岛内防疫失交 绿营忙于政治操弄 对湖北台胞的健康安全不管不顾 30日晚间 湖北214名台胞从上海达成第二班指定航班回家 之后被安排在检疫所隔离14天 目前仍有500多名台胞滞留湖北 对此 有台湾媒体批评道 民进党当局一再刁难盼望返乡的湖北台胞 而美国确诊病例已超过14万 是目前全球确诊病例最多的国家 面对从欧美等疫情重灾区返回的人员 民进党当局却采取宽松的入境管制标准 显示民进党当局防疫双重标准 对湖北台胞格外龙酷无情 平时不断标榜服务台湾民众的民进党当局 关键时候被打脸 不觉得心虚吗 除媒体外 台北市长柯文哲对岛内防疫双标也多有不满 柯文哲30日直言 纽约比武汉还要危险 为何湖北台胞全都集中检疫 从欧美回台的人却不用 民进党当局应该要有统一的标准 此外 柯文哲还指出 这段时间 民进党当局放太多人入境台湾 目前台北居家检疫人数高达1.09万 已经接近居家检疫容量范围 如果超过 防疫体系是会崩盘的 好 今天的连岸热点会就到这里 疫情延烧 岛内还有哪些热点动态 我们将持续关注